10月30日,神舟19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三位航天员之一的王浩泽毕业于东南大学 是中国目前唯一女航天飞行工程师 也是中国第三位执行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女性 备受关注 记者从东南大学了解到 王浩泽毕业于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 求学时的王浩泽成绩优异、待人真诚 我们当时本科班大概28个同学 他是我带的第一届的学生 王浩泽同学在这个班集体里面 学习成绩是非常好的 所以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 他是以全系第一名的好成绩 保送到东南大学的 王浩泽的本科班主任 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郑晓红说 王浩泽的性格爽朗 在学习生活方面很独立 执着且有追求 他不仅仅是自己学习好 而且他还会主动地帮助一些 班级里面的其他同学 而且有同学有问题什么的 也都会找他来问 他的性格其实是很独立的 是一个北方的比较爽朗 就是比较独立的 有执着追求的一个女生 王浩泽同学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大四的时候曾经以全年级排名第一的成绩 保送本校再度研究生 体育成绩突出 多次获得校运动会 长跑比赛的前几名 郑晓鸿告诉记者 得知王浩泽出征太空的消息时 同学们都特别激动 作为王浩泽学姐的学弟和校友 为他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 感到非常的自豪与骄傲 希望他安安全全地完成任务 平平安安地回家 我其实内心也非常自豪 就是我们东南大学 能有这样一位学姐 祝愿他顺利完成整个项目 平安回来 王浩泽的本科专业是能源动力工程 在攻读研究生时 他主攻德尼斯体暴政 毕业后 王浩泽从事火箭发动机预言工作 现在又成为航天飞行工程师 多年来 王浩泽不断涉足新的领域 他在东南大学的整个学习成绩 平均成绩就是第一名 他是一个综合素质 非常好的一个女孩 给我的印象整个也非常好 我努力他 保持他原来的优良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 他不服输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品质 作为一个女孩子非常不足音 顾凡说 王浩泽还特别用心 在读研究生时 他每周都会制定工作计划 他回去写在条子上 我应该怎么做 怎么一步一步 这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这个很少这样 很少这样的 他这个是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 失利工作标准考核标准 尽管工作繁忙 但王浩泽每逢节日都会向导师发来问候 作为老师来说 第一为他骄傲 感到高兴 第二希望他在这个工作顺利 在天工工作顺利 再创佳季 最后我们做他这个星际旅程 顺利 愉快 我作为他的河北老乡 作为这个东南大学的本科班主任 特别骄傲 心情呢也非常的激动 希望王浩泽同学呢 代表我们中国 在宇宙留下自己的足迹 能够为我们 这个东大 在宇宙更进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